饮用水的安全却受到了质疑 有媒体报导石门水库的围囊藻毒浓度超高 最高曾经出现每公升23.1维克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饮用水标准值的23倍 这种毒素可能会导致肝病变甚至死亡 不过水陆署今天举行记者会 说明这样的数值的确出现过 但只是呕发的现象 基本上水值安全并没有问题 石门水库的水是攸关40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 却被媒体披露遭到围囊藻毒的污染 媒体饮用中严院的数字指出 石门水库水中围囊藻毒浓度每公升23.1维克 如果用严格的饮用水标准来看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23倍 水利署出面澄清 这的确发生过 但只是偶发现象 那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大概持续半个月之久 监督了18个月以来监测的结果 事实上只有两次偶发这样的一个超过的事件 水利署的监测资料显示 除了96年7月和9月 出现过饺水的围囊藻毒浓度 超过WHO饮用水标准 其他连续13个月全都合格 学者也出面背书 即使含有围囊的围囊藻毒 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 饮用水水值还是安全无余的 根据学者研究 围囊藻毒是一种肝毒素 只要吃进体内 可能会引发肝病变 严重也可能致死 虽然水利署解释 石门水库的取水口 是距离水面45公尺 所以饺水有围囊藻毒也取不到 检测也没问题 不过围囊藻的出现 正代表水库优氧化的警讯 也代表集水区有持续的污染 如果不从源头解决 类似的问题难保不会再发生 记者 林警官 陈信龙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